来呀 飞哥你来了 摘菜呢 这不快到饭点了吗 然后摘点菜 等会你还给我去哪家吃饭 行 行啊我跟你说一下 我今天就要回去了 你工作不都处理好了吗 咋这么突然回去啊 因为有事情要处理 我要出差一趟 可能要几天 去哪里出差一趟吗 也不是特别远 要去江苏一趟 见个客户 行啊 那你等会跟我去哪家 我给你做饭吃 行 喂 我听杨苏说 你准备回去一趟呢 对 因为公司有事情 我要回去处理一下 那种 年轻人就都以工作为主 对 杨苏我也听杨苏说 叫你去从里头工作来 你咋去 快往不想去 爷我之前跟你说了 我不想去城里边 咋来做 做纽约是 真不听话的 也不能因为 以前人家事 都老个自己过不去 真大了 连个朋友也不谈 整天在这家 有啥意思 我用了这一回 叫小飞 往城里头 去那去工作一段看看 看我看我眼睛 你看奶奶年纪都大了 我想在家照顾她了 人家身体好了 不用你管 你赶紧走吧 吃完这一回 就跟小飞 先去那工作一段 我不喜欢 你赶紧 爷我也找她 你找着她 杨雅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找你半天了 这马上下雨了 赶快回去吧 贝哥 嗯 你说我该不该听爷爷的话 去城里面工作 我觉得爷爷说的没有错 你的决定呢 也没有错 你上次不是还跟我说了吗 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什么 再坚持坚持 说不定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生活依然会很美好 不是吗 那我给你讲一些 我以前的事情吧 好 然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追我 当时他就是 各种过来献殷勤 然后每天都会给我 制造一些小惊喜 小浪漫 时不时他会送一些小礼物 后来我们就成男女朋友了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就各自在城里面 找了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要求 见一下双方父母 当时我也同意了 但是呢 见完顾母之后 他家的人就嫌 我们是山区的农村 觉得我们家条件不好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那当时那个男生 是什么态度呢 他当时就听 他家里人的话呀 然后我爸妈非常生气 当时还劝我 说为这样的人 不值得去难过 后来我爸爸就查出了 甘癌晚期 去年就去世了 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爸 所以我现在 不想成男朋友 然后也不想去成年工作 我就想带在 年夜奶奶身边 然后帮他们干干活 然后做做家务 另外的话还想 就是把之前 也不开心的事都忘掉 也会随清纯一切 那呀原来你经历了这么多 你这么坚强啊 你现在都好起来的 飞哥 谢谢你 今天听我说这么多 其实我现在好多了 对的你今天是不是还要回去啊 我去送你吧 我也不会再对谁 感慨期待 飞哥 飞哥你开山慢一点啊 刚下过雨 特别滑 你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 我知道了 你到了地方 然后给我打电话 帮我平安 好来 帮我走了啊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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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风吹向你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情 如你